国际的这个大场合 众目睽睽之下 各位同一个时间 中国在跟中亚 也是有一场峰会 人家是大唐盛世峰 结果你这个G7是什么 陷阱峰 你这个是诈骗峰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大国领袖呢 将军 这个德伦斯基去参加G7会议 我要替我们蔡英文打抱不平 因为这是G7按理说 你是七大先进工业国家会议 你讨论的议题 应该跟全球重大的经济议题有关 怎么样降低全球的这个暖化的问题 对怎么样充分全球 各大工业国的经济供应链 或者是你们这些 已经开发的经济中国家 对一些低度开发国家 怎么样来提供协助 来降低这个暖化的效果 但你弄了半天就两个主轴 一个是抗恶 一个是台海问题 抗恶你把泽伦斯基找去了 那台海问题你为什么不找我们蔡英文 所以我替我们蔡英文打抱不平 教绩这个讲到位了 对啊你们不是都在谈台海吗 对啊你怎么不找蔡英文去 我们蔡英文也要参加 这不然赖清德也要找嘛 对嘛神秘嘉宾嘛 对对对 以嘉宾的身份出席 但是各位你不要看 这时候泽伦斯基突然去 这些国家 你不管是印度 或者巴西 他们是不可能占边 没给他好脸色卡 因为本来他用的武器就是俄罗斯提供给他的武器 他买的油就是俄罗斯的便宜油 那巴西本身来讲他经济 现在来讲并没有说好到可以去支援乌克兰 中国大陆跟巴西买了这么多的大豆 对啊 中国还要跟巴西买大豆 那你说俄罗斯自己本身他也是两只大中出产国 我要支持和平方案 我也支持中国提出的和平方案 我要支持你乌克兰提出的 但是我觉得韩国这个 韩国来我帮大家前情低交一下 等一下让我们将军评论 影席会晤了泽伦斯基 南韩也揪进来了 南韩说我答应乌克兰 同意提供你们 侦测和扫除地雷 以及救护车 两个人谈了32分钟 将军你怎么看呢 韩国送这些东西 每一个国家都对自己国家利益在着想 韩国不会无缘无故去帮乌克兰 对 对不对 他打了什么算盘 第一个卖武器 韩国是武器 各位 你们知不知道 其实韩国有很多武器很好 他自走报 他的战车 他现在自制的飞机 号称小型的F-16 然后他的军舰他也会坐 所以说他现在去参加乌克兰这一段 第一个是卖武器 在乌克兰战场上展示他的武器 怎么跟美国爸爸的招式都一样 第二个 我跟你讲韩国后续的打算的算盘 他已经算到几年以后 等到俄乌战争 其实很多人预测今年就会 可能就会结束了 因为双边都打不下去 接下来是什么呢 是乌克兰重建的问题 重建问题那是很大一块饼 那韩国这时候加进去 尹锡悦是不是打这种算盘 等到乌克兰重建的时候 他可以去分一块大饼 因为我现在加入你们这边 然后将来重建的时候 我这边有一些工程 或有一些建设我也可以参加 那巴西跟印度 是不是也在打这种算盘 明年战争结束之后 你乌克兰重建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分一块大饼 所以我觉得乌克兰真的很可怜 他这个国安你现在目前来讲 自己被美国当代言战争 打得全国境内全部 这个断圆残壁还有人员死伤 你之后重建的时候 还要被这些全世界各国 现在已经在虎视眈眈 跟凸映一样准备分食 你这些以后重建的大饼 对 所以这个 俄乌战争这场水很深 各国都在想着各国利益 你想想看那些国家 为什么要把他们国家的F16 送到乌克兰 因为他不要F16 他要美国的F35 谁在那边跟你现在还F16啊 各个国家 你看到这些国家有多么的可怕 真的有一个国家 认真的是为乌克兰的人民着想 说要停战要和平的吗 我觉得泽伦斯基他自己提出 这个和平方案 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好路透社他今天跟这个 英国首相苏纳克 这个报报看起来真的是 不想置评了 路透社说 泽伦斯基跟苏纳克见面时互相拥抱 在媒体被请出场外之前 两个人是坐着交谈 到底G7 今年的G7 这是演哪一出呢 首先是 哇塞 终于让泽伦斯基 跟拜登在日本见面 到底开这场G7 跟这个乌克兰有什么关系 你要千里迢迢也跑来 你又不是G7里面的成员国 对不对 好那来了之后呢 像世界 因为媒体会关注嘛 像全世界演了这么一出戏 感谢拜登的立体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因为美国又说了 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的武器 包括了弹药火炮装甲车 然后呢 我再帮你训练乌克兰的飞行员 我们会继续努力 我们要低于俄罗斯的入侵 然后美国F-16已经同意了 送到 会送到乌克兰去 但美国说 我不会从我这边送 我从其他的盟国 凑一凑谁谁谁 送过去 你知道吗 这怎么解读啊 各位你不要以为说 哇美国 真的很挺乌克兰耶 各位 这件事情你要这样看 这个叫做 美国爸爸跟他说 不要停战 不要停战 继续打下去哦 我武器会给你哦 来你要战机嘛 战机我给你哦 来让你们的飞行员再去飞 谁上战场 是你美国人吗 不是耶各位 是乌克兰总统 他们国家的乌克兰人 要上战场去流血 都是自己人 但别人这样子一直 一直给你洗脑 搞得好像 我现在 你送来这么多武器 我好像 我现在要 要停战 好像 好像还真的不行 先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请唐教授 来帮我们短评一下 这次的这个G7会议 有几个看点 第一个呢 他这个G7是原本的这些会员 结果呢 他这次又请了一堆其他的人 包括这个印度的 包括这个韩国的 还有包括这个巴西的 等等这些的领导人 还有太平洋道国 还有很多 很多其他的国家的人 也就是说这个G7 按照他们的这个想法呢 是把它扩大 扩大成一个 很像G20的这种情况 而主要是把中国跟俄罗斯排除掉了 对耶 你G20里面有中国有俄罗斯 那他现在就说 要把这个G7 要把它洋装成一个新的一个G20 可是这个G20里面 没有中国没有俄罗斯 好但是到底能谈出一个什么来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为什么会大转弯呢 从原本说什么都不提供F16 到后来愿意提供F16呢 而且是在G7峰会第一天 美国就送上了礼物 但他送 不是送给G7的国家 他送给乌克兰 同意盟国提供F16先进战机给乌克兰 并且让乌克兰飞行员接受F16的训练 当然要提供啊 你在帮我消耗我的死 对头俄罗斯耶 我当然要把你变得更强啊 我不用自己打啊 你跟他打 在旁边看 武器也卖给你 而且别的国家顺便卖 像将军讲的一样 卖的更多 拜登对于原乌海马斯 爱国者飞丹 爱布兰战车都是先拒绝 然后呢 在欧洲盟国的压力下改变 好再来 苏利文 他说美国啊 加入为乌克兰提供F16战机的计划 但前提是只能防御 不能用来攻击俄罗斯领土 乌克兰说他们会遵守承诺 还是会怕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